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 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这个被视为一场豪赌的决定 究竟会给法国政坛和马克龙带来怎样的结局 引发诸多媒体的关注和猜测 当地时间12日 马克龙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极右翼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后 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是唯一的出路 他还重申自己不会辞职 与此同时 法国保守派共和党领导人打破禁忌 主张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全国选举中结盟 令同僚和法国政界大伪震惊 据法新社报道 马克龙在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对极端主义说不的人联合起来 支持他发起的提前选举 马克龙重申解散国民议会是必要的 他还抨击了试图结盟的左翼和右翼 他说右翼领导人宣布与极右翼的国民联盟结盟 以极快的速度背弃了戴高乐将军 以及前总统希拉克和萨克齐的遗产 对于主流左翼政党与反犹太主义的 极左翼政党布区法国结盟 马克龙表示 极左和极右都与法国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马克龙称 选民们将在两个极端的邪恶联盟 和他领导的复兴党之间做出选择 在新闻发布会最后 马克龙热情地呼吁拒绝失败主义情绪 此前一天 有消息连事透露 压力巨大的马克龙正在与周围人员 讨论辞职的可信性 据法国费加罗报11日报道 马克龙当天在受访时 被该报记者问道 如果国民联盟赢得国民议会选举 他是否会要求总统辞职 马克龙回答称 宪法不是国民联盟制定的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立法机构的地位是确定的 总统的地位是明确的 即使马克龙的政党 在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被击败 他也不会辞职 美国彭博新闻社 12日以此为题 做出解读 马克龙11日警告称 不要以为 国民联盟能在议会选举中 复制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结果 因为两者有不同的投票制度 他还告诉费加罗报 自己的政党赌地要赢 坚信提前选举将扭转复兴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落后于极右翼党派的不利局面 当地时间11日 法国总理阿塔尔宣布 他将接受马克龙的建议 领导复兴党打选战 路透社12日称 两名消息人士透露 当马克龙告诉阿塔尔 他决定宣布提前选举的几个小时前 阿塔尔试图劝阻马克龙 接受自己的辞职申请 阿塔尔还恳求马克龙 他可以当替罪养 马克龙最终拒绝了阿塔尔的辞职请求 报道称 阿塔尔提出辞职 凸显马克龙将全部堵住 压在提前选举上的 令人震惊的决定 定没有得到他所在阵营的普遍之识